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这个环节请你安努助我们的嘉宾安努你好 我是Ricky你好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安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反复下滑 上证综合指数跌了8点 报3287点 互深300跌了4点 报4030点 深正成分指数跌了71点 报1103点 创意板指数跌了16点 报1782点 恒指方面 今天下跌 跌了19点 报29234点 国企指数跌了36点 报11505点 大市成交由802亿 安努今天港股的表现都比较反复 下午之后一度跌88点 迫上午的低位 等之后跌幅收窄 都是站在29200点的位置 A股今天表现都比较反复 今天亦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亦开完会 市场其实现在是否等消息公布出来 然后再部署呢 短期来说 都不会预料内地有太多消息出来 但是事实上 你看到指数的表现 又不算太过差 始终今天就算低位 都站在20天线楼上 如果在20天线楼上 整个技术形态上 都有机会作进一步的反弹 始终你看到图表走势 拉短一点去看 如果你看到图表势头上 看这两天整体研究指数 都在20天线楼上 如果能够继续均手在20天线楼上 有机会突破这个高位 突破后有机会修复11月30日 围流下来的下降裂口 即是指数 有机会说今个月 仍然可能有机会试今个月的高位 可能有机会看到 29,600点这些水平 修复下降裂口 但是我觉得 即使被后市再反弹多300-400点左右 见到29,600这些水平 大家都不要过分乐观 因为始终整体现实放现阶段 仍然处于一个反复时当中 你第一方面留意今天的整体成交金额 说是800多亿左右 比昨天更加之低 说是连续三天 在1000亿下水平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只是纯粹反映现阶段的上升动力不足够 或者说投资者的入市欲不高 始终说过多两天后就说圣诞假期 圣诞假期过多三天也说连结 现阶段距离今个月的期指结算 其实都是四个交易日左右 所以节日气氛已经相对比较浓厚 所以入市欲低 这个在所难免 最重要的是这段时间 不会预料有些太大的消息 出来可以刺激到股市 或者是拖低股市 看回外围方面 焦点 看回在圣诞假期前 有没有机会通过美国的税改法案上 但我相信即使通过了 再进一步带来的刺激空间 不会太大 但即使在圣诞假期前 仍然看到众议院、参议院仍然有分期、有阻滞 可能是圣诞假期后才能通过 今年落实或短期来说 税改为企业带来的营养力仍然存在 所以我相信美国方面 都不会带来一些太大特别的因素 或者太大的变动 内地方面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上 可能对A股有点帮助 有些维稳资金在 但实际上 下年经济步伐增长或目标是怎样 其实本身已是十分清晰 年底前 甚至在春节假期、新年假期前 预料流动性仍然会在骗 除非真的看到 有大量放宽货币政策这些相关的工具 可能之前说的一些易回购操作 或者MLF这些相关的操作出来了 但我自己觉得机会不大 所以再看上证综合指数 其实见到今天上到3300这些位置 都马上回落下来 都上不回3300这些水平流上 整体而言都是反复市为主的 所以恒生指数 即使站在20天线流上 我都不敢看得太乐观 因为几条主要常用的平均移动线 就是10天、50天和20天线 整体而言都是赔在29001-28009这些水平 只要指数轻轻调整300点 已经会跌穿这些平均移动线 而如果A股表现比较反复一点 真正在试上低位的可能性仍然是大 所以这些位置我会建议大家 都不妨跟试方 抱着观望态度为主 因为指数一天仍然是上上落落 在29006至之前的低位 28001这些位置之前 我觉得暂时来说 都是一个无方向的价格 在这个上上落落的试方 豪赌股永远都给大家一个惊喜 今天豪赌股又再破顶了 银鱼升了1% 美高煤升了2.3% 新豪也升了2% 三只股份创了52周的新高 昨晚德银也发表报告唱好豪赌股 指大部分澳门大营酒店 在圣诞期间的销程也不错 麦隔离也上条 明年澳门倒收增长预测的15% 5毫都猜是否已经见顶了 其实他们还有没有力量上去2014年的高位 要试试2014年的高位 暂时来说我都不会这么肯定 但的而且旅客说是由11月份至今 特别看到豪赌板块是一个强势的板块 跑赢大使 主要原因是看上个月 博彩收入数据 比预期还好很多 特别是下半年开始 整个博彩收入增长强劲 最重要是看整个下半年 仿澳的整体旅客人数增长速度 不是说真的非常快 所以反映着什么 现阶段博彩收入做得好 最主要是说贵宾厅业务复数 这些相关的因素 始终贵宾厅业务复数的因素 对豪赌库 或者博彩公司来说 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始终一直以来拖下业务的表现 都是贵宾厅业务为主 中场一直以来维持增长速度 要靠中场的增长动力 去抵消贵宾厅放活这些相关的因素 但是之前由高位回落下来 就是之前豪赌业建订 主要原因就是 无论是中场 或者贵宾厅业务 都有个开始放活的情况 但现阶段反过来 如果贵宾厅业务复数 一些博彩公司的盈利能力 绝对有条件有大幅反弹 因为一些贵宾厅业务 拖累到贵宾厅业务的EBITDA 已经是非常低的 只要EBITDA率轻微从低位反弹 盈利能力增长会预料非常强 所以大家大行看好豪赌股 最主要都是从这个因素 或者这个出发点去看 现阶段我觉得博彩股 其实就是整体研究的股值 也不算非常贵 但是好像美高煤为例 或者近期来说的豪赌股 真的升得比较多一点 短期来说 我觉得再进一步上网的空间 又未必太大 但我觉得如果再调整得多一点 好像以银预为例 落回到60元这些位置 我也觉得值得再去投资 好啊 另外也看一看 另一个跑人大股的板块 就是内需股 好像蒙牛 今天也有消息说 他会成为 明年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 令到他的股价 今天见超过两个月的高位 升超过4% 其他同业 好像往往都飙升5% 华盐啤酒都在创重组之后的新高 升2% 庞师傅也创了超过两年的新高 升3.5% 李昂也有报告 由A股和欧美的上市企业 第三季的业绩显示 中国上季的消费需求 是持续回升 日常消费品企业的增长 是跑赢了内用消费品的企业 其实这个板块 是否可以在这个时间跑上来呢 内地的日常消费品 整体研究始终人口持续增长 或者整体研究中产家的消费力 或者购买力的确是持续增加 本身的板块当然是利好 但其实这些因素本身对于很多的 蒙偶或者中国国王来说 帮助性不大 因为其实都会见到 行业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他们过去这几年来说 产品提价 已经是非常困难 甚至很多产品都要去减价 去增强竞争力 但是现阶段转世的因素就是 开始见到有些部分的产品 好像近期来说有些大行 一些啤酒 开始可以提升平均售价 可以提价 如果这个行业开始能够提价 可以转移部分的成本 给消费者 对于公司的盈利能力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这个板块 其实今年最大的因素 或者大家最关注 一些原材料成本就升了很多 如果你看到中期业绩上面 黄黄康师傅 甚至是蒙偶 成本压力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一些食品 饮品故之外 即使一些必需品 好像行安等等 其实你都见到他们的毛利率 在中期业绩上面 表现得比较差一点 有很大的成本压力 但是 如说部分行安 这些公司 在中期业绩上面见着 随着一些高端产品 去转嫁部分的毛利率 可能令到整体的毛利率 能够维持到 转嫁给消费者 这些是说企业的盈利增长因素 可以在中期业绩上面见到 而今次中期业绩出原来之后 普遍一致认为 他们未来来说有机会提价 所以今次 现阶段的估值 开始有机会可以调升 最重要近期来说 其实最主要有大行 也都好像中金 唱好整个板块上面 的而且我觉得论估值 现阶段这个板块的估值 就不算太贵 但是我觉得 始终在说 如果其实这个板块 我都建议一只一只去看 如果像汪汪、康师傅这些 我看得比较审慎 始终我见不到 集团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我觉得仍然要提价 会相对比较困难 但是在说其他 好像蒙牛或者啤酒股 或者之前提及到恒安 其实的而且从中期业绩上看 我觉得前景仍然是乐观 所以我觉得整个板块上面 我都建议一只一只看 就不要整个板块去看 投资者可以留意着 刚才所说的蒙牛 另外也说说中资航空股 因为这三只中资航空股 今天都齐齐藏了新高 昨天 昨天就宣布了会和英国航空共享航班代码的南航 今天的股价也走高 升5% 国航也都升了4% 东航也都升5% 市场其实都好像憧憬着 航空业会成为下一批运改试点的企业 加上又就来到圣诞价了 民航局也都退了新政策 禁止部分 涌极的机场增加航班单次 其实这个政策就可以令到机票的价格有望再提高 这样的话 其实中资航空股 是不是还有上升的空间 最近中资航空股最主要查两个因素 第一方面就是中英的合作 大家会衷敬 内地的中资航空股 可以托制更多的国际航线上 这个是他们盈利增长的最主要亮点 因为单以本身现有的业务 其实很难去提价 始终内地延航的发展都非常迅速 他们要加价等等的压力 其实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即使容许他们加价 但是面对竞争压力等等 其实票价上都很难大幅提升 未来提价可能是纯粹原油价格上升 要转嫁给一些乘客等等 都是相关的因素为主 看回对航空股来说 一直以来最大影响两个因素 油价或者人民币 其实我想短期来说 油价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又未必太过大 而且油价上升 基本上过去历史上看回 对于中资航空股来说 影响性不是真的太过大 当油价真的升得比较急的情况下 上回每桶60元以上 迟早都会加回燃油附加费 所以油价上升基本上 就对航空股来说 未必会较成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至于人民币方面 甚至现阶段普遍都认为 下年来说 随着A股 有MSCI有机会升职 所以这两个因素上 现阶段对航空股来说 普遍是属于正面的 大家会冲敬人民币升职 这个相关的因素在这里 但最重要 现阶段的炒作正如之前所说 未来可能和中英合作 拓制更多航空线 另外一个国企改革 一直以来都是觉得航空业 有机会做这些相关的动作在这里 但其实看回过去来说 的确说南韩也引入了美国航空 这些相关的国际航空公司 其实在股权架构上的变动 已经在慢慢做 这方面我不敢抱太大的冲敬 但事实上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中资航空股 的确可以有条件提高一线 所以在这些位置看 航空股仍然有投资价值 即使升了比较多 但股值仍然不算贵 首选我觉得都是选择南方航空 或者说各行的 如果你看回图表走势 看回南韩 其实今年来说股价 都升得相对比较多 但我觉得即使8元这些位置 其实你看回估值上面 我觉得都不算是贵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货 这些位置会建议大家继续向上看 我会看到9元这些目标价 如果真的要去买 我建议有机会下回到10天线 去到大约是7.6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可以去买入 好啊 另外我们也看看手机设备股 因为它有跌 信誉跌接近1% 在100元的关头上落 瑞星科技也跌0.7% 优泰宣布了折让配股 集资2.14亿之后 今天跌了4% 瑞信说其实内地手机业 真正的基本面 和情绪复苏 都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可能会比一年前 慢 和更加温和 加上很多分析都说 其实现在手机固 是不应该碰的 阿努你自己又怎样看呢 手机版法 我看法都是相对比较负面的 因为你是说 其实你是特别是 特别香港那些 集中看回看手机零部件 经常都是说 最主要以光学镜头 这些相关的概念为主 但我觉得整体的 情况 我觉得很难想象 会比过去这一两年来说 有这么强劲的表现 这一两年 最主要就是说 iPhone推出了一些双镜头 令到整体镜头的实际需求 有个大幅增长的情况 在那里 顺雨光 加上一些车载镜头等等 出货量是表现非常强劲的 但近期来说 借着一些消息 看到出货量增长 有些放缓的情况 借载跌回来 但是其实看回 虽然有些分析说 出货量的下跌 可能未来 他们发展一些高端镜头 平均售价会提升 业务未必真的有个 急剧倒退的情况 是有机会的 但是始终我会担心 就是说 一些高端镜头 竞争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 你说顺雨光 是不是去到一个优势 完全可以垄断了 一个高端市场的业务上 这方面我会有个保留 我会建议大家 看一些业绩 看看他们是否能够 保持到这么高的毛利率 才再作定断 因为高端镜头 最终毛利率 都没有一个大幅提升的情况 其实他们面对着压力 已经是非常大 始终说顺雨光学 其实你会看到 高端的产品占比仍然不大 如果未来整体的占比占大 大家会预料毛利率 会有所提升 但是如果市场竞争那么激烈 而手机市场 亦是增长有个放缓的情况 会担心最终毛利率上升的势头 无预计中那么好 这方面会令到估值 可能会有个调整 所以暂时的这个板块 我也是觉得暂时 是最好抱怀的观望态度 好 谢谢 新报番 有没有持有 纯述提及股份 也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这节节目差不多 和Anno就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